威少老婆开了一家店,贝雷霆球迷差点踏破门槛,直因提供这项服务在2018年7月,妮娜·威斯布鲁克·德克拉河马城市中心开办了一家新店,除了提供独特的礼物和新潮的商品外,这家名为小邦州的精品店还专注为大法的母亲们提供教程和聚会的时光。 这家店在7月14日举办了一场妹不邀请的午餐,然后在7月16日正式对公众开张,这家以她的儿子的名字诺阿,为灵感而命名为小邦州的店铺,是妮娜在这座城市的记号。 她对俄克拉河马城当地媒体KO这样说道,是时候在这座城市里落下我的烙印了,这里是我的家,我在这里赌过大部分时光,威夫人是一位婚姻与家庭关系理疗专家,她希望她的商店,能够提供购物体验之外的东西,每个人都需要支持, 我希望能为他们带来那种环境,给孩子们提供故事时间和跳舞时间,这样孩子们就能消耗他们旺盛的精力。 我希望能为这里带来几位专家一起讨论不同的话题,比如心脏复苏术和急救处理,还有专业的补育知识。 我希望能为这里带来几位专家。